近日有全内地计划向储存大部分客户数据的互联网公司开征名为数据税的新税项。由于细节未明,税项幅度或高达20-30%,市场忧虑大型科技公司或首当其冲,令相关股份昨日挨沽。据悉,企业出售数据与非法使用数据的做法引人非以。 大型科网企业利用旗下服务收集大量个人资料并以此赚取巨额利润。多年来引来不少批评。今年10月,前重庆市长黄其帆就提倡过向企业征收数据税。 要求把企业通过收集用户数据获取的营收进行统计。同时回收20-30%的数据税款。可能是内地推动新税的讯号。数据税是针对某些互联网业务利润而专门征收的税种。 其征收对象多为大型科网公司。国际社会对此不会陌生。因为西方国家组就提出并推动了相关的征税。 例如欧盟在2018年就率先公布了数据服务税提案。以确保征税的公平和有效。 2019年。法国参议院通过了征收数据税的法案。 对全球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且来自法国境内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互联网企业征收数据税。 税率为法国市场收入的3%。截至2020年6月,欧盟共有14个成员国开始实施或表示支援和考虑征收数据服务税。 除了欧洲外、东南亚国家都有类似举措。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军表示考虑对开展网络服务的外国供应商开征增值税。 今次空月来风并非无因,事实新经济企业拥有海良大数据,形成不对称的竞争优势,令传统企业市占率受影响。 利润被剥削,政策对这些大型科企仍然不明朗,监管浪潮持了族困扰科企的估值。